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如果在网络上做搜索 搜索这个出行服务 王老师你们看看能够找到多少词条 因为在中国对出行服务的理论研究 特别是对出行级服务这个概念的这种创立 王老师在交通大学第一个挂了一个牌子 叫做共享出行实验室 王老师号称是他的创建人 那么在全中国 王老师积极地在推进 共享出行和出行级服务这个概念跟实践 王老师也参加一些社会实践 跟一些比较大的公司 参加一些商业上的这种咨询服务 说说觉得也有必要又回到大学来跟同学们分享 今天这次课我希望会成为各位同学将来你的事业上 如果说你还要继续从事出行和运输服务 那你会记得我听过王老师的课 OK 那么可能从概念上来讲 王老师跟你讲到一个词叫出行 我们的专业叫做交通运输 现在为什么把这个帽子前面要带一个出行和交通运输 这是我们说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 包括我们学校将来的学科的怎么来做组建 说说王老师说 重构出行与交通学科的理论 OK 学过交通工程吧 高路工程没有学吧 学道路工程交通工程学了 运输工程学了没有 因为你们学的N多都属于运输工程当中的 道路工程轨道工程航天工程港务工程 这些都是叫做运输工程里面的 出行这个概念有老师讲过吗 讲过这个概念啊 OK把这个运输这个前面盖个帽出行 王老师可能是第一个人说说今天来跟各位同学呢 讲讲几个方面 讲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讲出行跟交通的关系 然后我们再讲什么呢 这个技术发展跟运输管制 因为是前年学科的这种讲座 所以说王老师不会很正规的按照教科书式的这种模板来跟你讲 但是会把这个正在发展的这么一些变化 你比如说正在发生的初行革命 以前叫做交通运输革命 王老师现在说这叫做初行革命 听说过没有 没有 好 王老师带你从一个新的视角 你会知道工业革命4.0 王老师也会有一个初行革命 四次革命的这个观点 就是讲到这个问题 第二个方面我们再讲到了这个旅客的运输服务 旅客的运输服务跟物流的运输服务有什么区别 学了物流工程嘛 好多专业的同学学过物流的 物流跟运输又是什么关系 现在又跟初行又是什么关系 是三角量的关系 因为运输是大的人跟物的空间位移 物流只讲货物出行 只讲人 这就是一个新的概念 说说从这个角度 我们王老师会跟你这样来说 运输transport性 词意上A点到B点 运输经济学的老师告诉你说 我把这个人把这个货物从A点到B点 会产生什么效用 首先是空间位置的变化 进入空间位置 王老师在这个地方A点 现在到了这里来是什么呢 B点 王老师这个来讲的话 产生了一个什么呢 只是说他个人的意愿的移动 OK 假如说我把这个盾子是从工厂搬到我们这个地方 就不是产生效用了 OK 好 这两个效用在经济学上来讲都可以挣钱的 特别是在生产领域 我把原材料从生产地送到加工厂 从产品从工厂送到消费者手当中 是不是有收运输费啊 这个运输费就是经济学当中叫做 所谓的叫做运费 这是我们正方理 所以说A到B点当中 记得位置 位置效用 还有一个就是时间效用 为什么这种航空的这种速度 跟道路运输的速度 它是不一样 里面寄快递 是不是 人家说你是走路上的慢舰呢 还是走航空 为什么航空要贵 对啦 这就是快就是时间效用啊 OK 就记住 运输里面过去的理论的教条告诉你的 王老师现在跟你盖过起来 这是第一 第二什么叫做出行 Mobilite Mobilite 这个英文当词 里面查字典是什么词语 移动性 移动性 就是说所有的物体发生这种 移动的这种现象 称为移动性 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说要来指人 可以自由的流动 这是不是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好的这么一个状态 OK 现在我们可以自由的移动吗 为什么不能自由移动 因为有N多的因素制约里 是不是 你说我有双腿 我愿意从哪里走到哪里去 你可以走到北京去吗 不可以 你要去北京去考科技的话 以前的话 那么可能都要大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现在如果是你坐飞机两半小时 三小时就到了 OK 但是有个约束条件 Monding 它有约束力 是不是 说说这个来讲 我们说人可以自由轻松的移动 这就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说说用Mobilite 这个词来跟我们描述 某种程度上有一种愿望愿景 OK 跟传统的运输 人跟物之间发生的那种空间 位置变动 那么机械的这种 纯粹经济的 到我这个地方来 我就有人的这种意志的这种表达了 OK 就是讲到这两个概念 另外我们说 这个 它的定义 军数里面的定义 经济学可能有个定义 组织学 其他学 工程学可能都有 不同的这个定义 但是它的基本含义 这个没有发生的这种变化 但是关于现在叫初行 这是一个新概念 所以说当你去查字典当中 N多的字典 都是告诉你是 叫做移动性 王老师 你为什么把它翻译为初行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 都接受这个词 不再用移动性服务 都要说初行服务呢 这就是一种新的这种概念 好 那么我们就是讲到的 这个意思了 Mobilite 这是一个概念 因为我们说描述 人类移动的这种术语 这个叫做语言 是在发生这种变化的 发生变化的 这是我讲 就是从概念上来讲 先给大家 这两个概念的这种道理 另外我们说 人跟物 发生这种空间位置变化 你发现 货物的这种变化 有什么规律 第一 跟什么呢 跟它的距离有关系 另外 跟它的所谓的这种量的 数量上的也有关系 你会发现这种 大量的货物的运输是什么呢 是废物的处理 本地的这种 卫生的这种 物流的这种配送 然后到很远的地方呢 才是原材料 这是物流学里边研究的 你看看我们天天 学校当中是不是有清理垃圾的 这些车里面来讲 这是天天都有的 你会发现 什么时候才会 我们说原材料 运到我们学校来了 很少 除非我们学校 要建工地 所以说这个里面来讲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个距离的长辽 我们很远的地方运来 这种现象很少 而我们说天天的处理 废物这些 这是必须的 而我们说讲人 人的运输 是哪种现象最多呢 上下班 通勤 因为你的工厂 你的上学 说这个每天都要来做的 你说我们说 哇塞 这个人移民啊 很远的地方 一年有几个人移民啊 这就数量上很少 你就会发现 这是两个不同的现象 因此你就会说 如果把运输 跟运送人 放在一起 来讨论它的规律 是不是 两个这种状态 完全不一样 因此你 特别是你会发现 物流已经分离出去 跟什么呢 跟那种生产组织活动 联系在一起 特别是丰田的准时生产 我这个装配线 每天要到 零部件 你都准点给我送来 我怕你不要装扑了 带动了这些运输企业 专门来跟我做运输 这帮人就成了物流企业了 他们就专门来 我发现物流 已经分离出去 成为一个独立的这种产业 在美国 物流跟运输是 并排的两兄弟了 而不是说运输当中 的理科运输 跟货物运输 属于它的一个子类 它们出去 增加了这种人的运输 所以说 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它要转型 我们要一个词 要跟以前的旅客运输 稍有一点概念上都不一样 我们现在用出行来描述它 那就比较好了 OK 王老师讲了那么多 我又回到大学里面来讲这门课 你看大学里面来讲 现在是研究生课程都有啦 研究生的课程叫做运输 出行跟网络 这是一个法国的这个大学里边 开设的Master Course 这是我们会看到到 它就做这么一个概念 学了这门学科干什么用 你会发现有一种新的工作机会 这种工作机会是什么呢 到地方政府跟出行机构 请问 什么是出行机构 那就是说 我们的交通运输部 我们的地方的运输管理局 过去叫做运输 现在他就是说 专门把它叫做出行了 所以说法国人说 你学了这门课 你这样可以到地方 到政府去当什么呢 出行的项目经理 你的专门研究人的出行 OK 这是一个新的这种岗位 另外第二个方面 到这种可持续的这种 出行的这种服务提供商 制造商网络经理 OK 这个网络包括哪些企业啊 你们知道运输行业 大家经常要打车 打车里面会使用什么软件啊 滴滴是个什么公司啊 他就是出行服务公司 所以说你可以到车辆制造商 你可以到网络的这种公司 去当经理 好 这是第二个机会 第三 还是到土木工程和咨询公司 去当出行跟交通经理 你知道我们交通工程的人 出去干什么 他们能干的事 你也能干 好 这是我们讲的 当然运输基础设施的生产啊 还有一讲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啊 这是在法国人 已经在开始培养 就是说 出行跟运输 包括网络 你会看到它是一个新的领域 把这三个特点把它突出来 OK 意大利人也同样的开了一个master 叫做 城市出行 为什么要加个城市呢 因为全球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人都生活在城市这么很小的一片土地 因此解决这一片土地上的这些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一门大学问 所以说这就是讲到了这个城市出行这么一个概念 很多人也把那个urban mobility翻译为城市交通 王老师刚刚纠正一个概念 就是说 把sump 是可持续的城市出行规划 他们以前翻为可持续的城市交通规划 王老师把它留证过来 德国国际交流合作公司 出版了这么一个手册 王老师就坚持要用这个词翻译mobility 说说将来 um 就是所谓的城市出行 不再是城市交通这个词来对等各位同学 ok 在社民学 这么研究生读的课以后 跟前面讲到的法国人给的那种职位 大致的这种相同 说说各位同学 就是在现在来讲你的专业领域当中 你会发现这种新兴的这些思想 这些工作的岗位 其他院校可能没有人学习 我可能去学习 因此你朝着这个方向将来的 不管是就业或者是社会发展的这种机会 就要大很多 这是一个新的前途 好你也会看到人家这个研究生课程当中 所谓的运营管理 运输系统 ok运输系统 后面我们会看得到叫做多模式的交通方式 而不是单一的交通方式叫做运输系统 说说一个词 你会发现在这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种表达 这是讲到的一个问题 讲到供应链 讲到这个出行的建模型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些课程 你也还会看到这种公共运输 公共运输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跟这个出行服务有关联的 公共运输就是讲城市里边运送人的这种交通方式 跟出行有这个概念上有很大部分上是重叠的 这是讲到的 包括我们说出行的需求 行为的建模 好这些学科大家都可以看 如果将来各位同学毕业以后 你们要去读法国的硕士 读意大利的硕士 你可以到这个学校系里面来 传统上 传统上我们说运输 我们是把它分为 刚才讲到了旅客运输跟货物运输 还有一个广泛的词 叫做信息沟通 你会发现交通运输部经常管一个 把信息产业部里面也把它放在一起 因为他说是信息在发生这种空间为止 好这个在不同的国家稍有点不一样 所以说广义的这种所谓的交通 以前包含信息电信 你就会发现中国有史以来的电报局 修铁路 过去里面都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叫游船部 后来才改为交通部 所以交通部当中跟游电也有关系 所以讲这个是主要是旅客跟货物 其实这是另外的 为什么我们讲五种运输方式 比如说我们讲到的航空 铁路 公路 水运 管道 就是这个运输方式各个运输学科里面都讲到的这个概念 有人跟你讲到太空运输吗 没有 现在这个摊月球 穿梭机 这个你会发现人类要在这个月球上 太空旅行的这种商业活动开始要卖票了 是不是 说说太空穿梭 当然还有一种叫做索道 这种索道服务跟这个其他方式 有人把索道当中放到其他这个轨道服务当中来做这个利益 总体上来讲这是讲五种 他们跟人与人 就是包括社会的进步都有密切的这种关系 好 这就是Shermobilit 共享出行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 为什么这几年冒出来 这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概念的基准 到现在为止 各位同学如果去查Shermobilit 可以查到标准 SAE 美国汽车工程协会 发布了世界上第一个关于共享出行的美国标准 但是美国标准过去在汽车工业里边就基本上是全球通用 美国标准又成为全球标准 这个叫做J3163 2018年 四年前 这个概念在美国得到了学术或者是行业上的认同 我们以这个标准的颁布作为标准 作为这个标志 你可以发现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还有一个叫做共享使用出行中心 共享使用出行 他出了这么一个书 这个时候中来叫做什么叫做共享出行 他做了N多定义 在美国标准之前 有一个共享使用出行 还有一个机构 FTA 这是美国的联邦公共交通管理军 他们也制定了一个什么就是关于这个 共享出行 跟这个公共交通的变革 他把这个概念 公共交通的变革连接在一起 他在观察 就是说这些叫做做研究 另外一个词就叫做我们说Mobility Unreceiver Mass M-A-A-S 这个概念又是哪里来 这就是来自欧洲了 来自欧洲 来自欧洲的什么呢 欧洲的芬兰的智能交通协会 他们在智能交通大会上发表了这么一个演讲 要把各种交通方式统一在一个平台 用一个丈夫 来实现他的出行 这个概念马上就得到了欧洲智能交通协会的支持 因此有在后面的世界智能交通大会上 就开始做传播 所以说现在也传到中国 但是这个Mass的概念跟共享出行的概念 你们哪里听得多啊 是出行听得多呢 还是共享出行听得多啊 你就会发现美国人的势力强大 那么多 大家听到的词都叫做共享出行 由少数的人开始来说出行技服务 好 这次讲到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们说后面要讲他们的这个区别在哪里 欧洲人也同样成立了一个联盟 来推进Mass服务 美国人是靠汽车工程学会 OK 你就会发现汽车工程学会 讨论的共享出行是把那个小汽车怎么来做分享使用 而欧洲人是要把公共交通跟私人交通一起来满足人们的出行 哪个的警戒高啊 OK 好 你就会发现这是两个 不同的愿景 也不是说他们谁说 后来这个当中就有几个美国人 美国人的那个贝克利大学的就是那个苏珊沙西 他就一直在推动共享使用出行中心 因此这个美国标准也是他是主要的起草人 所以说共享出行这个概念跟他有很大的贡献 另外一个就是Mass 这个概念呢 就来自于芬兰的ITS协会的主席 这个人叫什么呢 桑波斯塔林 这两位小姐先生 王老师都认识 跟他们都有打过交道 这个公司呢 里面他就提出来了 要把这个出行 也就是说我们将来出行就跟我们买手机买套餐一样 我五十块钱一百块钱包了 我今天出去门口骑自行车 坐公交车叫网约车 这个钱都满足了 因为我天天都要上班下班 或者说做什么其他工干 或者说什么购物 每天的生活都这么一样 所以说他这个来讲就是相当于 我们包了六十块钱八十块钱的打电话随便打 你每次打电话就不会关心这个 今天这通电话多少钱了 所以他提出了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这么演变出来的 好 王老师是怎么来接触这个Mobilit 讲个小故事 大概在十年前 IBM公司做了一个叫做 先进的出行这个研究 全世界访问了一百三十多个人 来听听这些行业专家 他们对未来的出行方向 叫做Mobilit这种方向 因为他们觉得 大城市当中都有一个趋势 不开始来限制小汽车 因此小汽车的这个生产就会下降 那么对制造商来讲 他已经到了天花板了 他将来怎么做发展 因此他们就是说是 你转不转移到出行服务 因为我们制的这个车子 卖给人家使用 所以说运输服务当中 这里面还有一个空间 因此他就问制造商 这是城市管理当局 包括王老师 你们认为未来怎么样 王老师还保留那么一个调查问卷 王老师以为 在中国将来是共享巴士 我们不会是这个拥有私人小汽车 像美国人一样一个家庭两个 一百个人当中有七八四辆车 我们将来可能是大家拥有一个小巴士 这样的这种方式来解决我们的这种出行 当然还靠公共交通 说这是十年前碰到这么一个概念 后来因为Mars Globe在这个欧洲 已经引起很大的影响 是靠UITP 国际公共交通联合会 UITP也在推广这个概念 因此王老师都知道 这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什么是Mars 什么是共享出行 在美国共享出行 还有一个法理上的概念 叫做需求响应交通DRT 所以说五年前王老师就去写专栏 介绍了他 所以说跟他们都有交流 所以说王老师第一次 是去跟企业里面讲到 王老师第一次用的 也是用的出行服务 第二次到清华大学院里面 去做一个闭门会议的时候 王老师就把这个移动性就改为出行了 所以说这个后来以后 王老师一直在鼓吹出行服务 出行服务 就把Mars Globe要改为出行 所以说这是我们讲到 这个出行当中 这么一个概念 其实你会发现 为什么这个领域受到关注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大量的资本家进来 资本家进来 是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很大的这种产业 你会看得到所谓的各种运输方式 在国民经济生产当中 他们占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贡献 这个很大 就是讲运输这个产业 因此资本家到这个领域里边来 好 这是看到了这么一个方向 讲到这个怎么使用车辆 我们说你首先都拥有车辆 你没有车辆 你没有车辆 你只能使用车辆 这是我们想去传统的 所以说你会发现 三十年前中国人拥有一个自行车 现在来讲三十年后 大多数的中国的家庭拥有了私人小汽车 好 你说再过三十年 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自动驾驶车吗 还是一种什么样的愿景 不知道 王老师可以确定地告诉你 你将来不会买一辆无人驾驶车 不会买一辆无人驾驶车 因为这个汽车会带来的灾难很多 另外我没有车的时候 我可以 飞机不是我们家的 火车也不是我们家的 但是我可以坐啊 是不是 你看我付点钱就可以坐得起 我坐得起你也坐得起啊 说我们大家都坐得起 你就会发现航空公司赚不赚钱 飞机这个火车公司赚不赚钱 他们都赚钱 所以说这个地方来讲 就是讲私人交通跟公共交通 以前是这样一种划分方式 现在冒出来的这帮人 共享出行 你就会发现这些滴滴的车是谁的 滴滴的消息车是谁的 是滴滴公私的 私人的 我们交通运输部一直说 私人去除禁止公司运输服 你会发现 既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也不是他的 这个地方现在就是一个法律上的叫做一个空板 这就是讲这叫做共享 自行车也同样的 也不是我们家的 但是呢我可以用它 这就是叫做共享 它一种新的这种形式 跟以前 你买的车自己用 叫自用车 如果你来从事运输服务 就叫公共运输 叫运输服务车 自用车辆 这是法律上的这么一个定例 现在这个共享出行里面就麻烦了 这个车虽然说是那个司机的 但是它在这个出行的这一段当中 它可以带人 好 这就是存在了一个问题合法不合法 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肯定的说法 因为这个当中 在这个带人的这种形式 就有很大的这种差异 你也会发现 我们靠自己的双脚 我们洗自己的车 什么有模糊的方式 是不是落后 现在给他一个车叫做什么呢 Activity Activity 从马火力运动的 给他一个很好的名字 叫做运动出行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让我们的身体运动 就是身体运动来讲 是不是有健康的这种作用 你看很多大老板 每天都是说 我走了多少步啊 他为什么要走一万步啊 因为是说公交车 从他的家门口到公交车站 从公交车站到他的办公室 每天走两次 再加上办公室的货动量 这就一万步哎 这个科学预计就这么来的 但是你会发现那些人是开着小气车 到了健身房 到健身房里面去跑步 他为什么不走路上下班呢 我可以说说在欧洲 很多国家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运动出行 连行到修得很好 哎 人们在上下班的时候 就愿意去做这个运动出行了 好 这个各位同学就看到 公共交通 现在冒出来 共享出行 跟运动出行 是不是运输一样的这个概念 就换到出行的这个概念上来了 OK 这就是讲这种二元分类 这种方法当中 各位看看空间位置变化 运输工具 这种动力 哎 你会看到它的物理属性 社会属性 这个当中来 有些特征 OK 各位同学 这就要慢慢 你一个指标 指标要解锁 就没有意思 这就是一个比较系统的概念 大家要留下来 王老师会不会 给大家做分享 好了 学来运输服务当中 我们有没有思考过 这个公共 由来 几乎 很少有人来讨论运输的历史 很少有人 公共交通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都叫做定点 定线 定时 雇用的费力 来提供这种服务 这种服务是谁提出来的 记住这个人 计算机的发明人 计算机这个概念的发明人 这就是我们讲到 布莱斯帕尔卡 在这个数学当中 还有个帕尔卡的定力 连人多才多艺 在他的那个时代 所以说 他也是跟贵族们在一起 在巴黎 经常聚会做交友 但是你就会发现 有些贵族们经常不能够 过来参加这个会议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马车 他们家的马车去修去了 所以说 他就觉得 你马车去修了 那么我们可以 做一种办法 我们在巴黎的 主要的大街上 来开公共马车 你只要付钱 就可以来乘坐 就不会存在 你们家的马车 为父的时候 因此呢 他这个想法呢 就得到一些 贵族们的支持 因此呢 他就向法国的国王 路易十四申请 我要在巴黎 开公共马车 国王就让这个 巴黎的议会 给他发了一张 特许金银 因此 记住这个年代 1662 他就在巴黎 开了 先后开了五条线 就是用两匹马拉的马车 在这个五条线上 每天是定点定时的 来发车 每个人都叫五文钱 五文钱在当时 是比较昂贵的 比较昂贵的 所以说这个马车 就开起来了 后来 为什么要限制 警供贵族行坐呢 贵族们乘坐这个马车 就是在大街上一楼 就很流风 很多这种所谓的商贩 士兵 他们有时候 突然得到一笔钱 他就既然说 五文钱就可以坐 我也可以去坐啊 刚开始就是说 帕尔卡建立这种 公共马车 就是要说 只要你付钱就可以 因此你会发现 商贩来了 士兵来了 他们付钱就来坐了 你会发现贵族们 打扮得那么 这么花之招展的 而你会发现 这些商贩跟士兵 张布拉西的 就在那个马车当中 面对面的这样 挤在那个当中来 贵族们觉得 有实体面 因此要求议会 规定公共马车 只有那种 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有身份的人 那个时代 法国还属于封建社会 因此议会就制定了 这么一个法案 所以说以后就禁止 普通的市民来乘坐马车 这个来讲 马车大概开了 十几年以后 OK就消失了 一直到什么呢 182年 过了将近100年 二战以后 法国的退育军官 在乡下开末房 把罗马人的洗澡的 这种高尚生活 引入法国 城里的人 我天天用马车 接你们到乡下来 洗温泉 晚上把你送回去 他这个马车 每天早上进城的时候 刚好这些商贩 要到城里去贩卖 因此就说说 我付你钱 你帮我带进去好不好 哎好啊 收他的钱 把商贩们送到城里边去 当你会发现 晚上把这个客人 送回城里的时候 他又要回来 这些商贩 刚好也卖完东西 他们也要回乡下 又收他的钱 哇塞 我这个收这个 这个运输费的钱 跟我开末房 开澡堂的钱 还多得多 因此就说 我马上去 向市政府申请 开这个线路 在兰特开了以后 马上就去巴黎 在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一百多年以后 法国的民主 自由 博爱 这种马车 就来了 只要有钱 就可以享受 贵族们 王宫贵族们 能够享受的马车 这种欢迎 说说 这就是会看得到 从这个地方开始 在法国就开始流行起来 法国 巴黎流行起来 英国 干到了 学法国 美国 看到了 学英国 全世界就开始 普及起来 这个马车就开始 发展了 你就会知道 马车 这种商业模式 阿卡没有发明 任何这种交通运输的技术 但是他发明了 这种组织的模式 所以这里面来讲 就推动了 大家就是来 从事这种公共运输服务 叫做公共马车 Omini Bus 为了大家的 这就会 一个车 一匹马 三匹马 能够拿多少 非常有限 说说我们要增加马皮 我们增加这个车辆 这个载客的能力 下面跟上面 说说大家会知道 双程车是怎么 英国人就发明了 这样来讲 换拉车 就是很好的概念 你会发现 为什么我们说马来拉 为什么后来 又用蒸汽机 内缘机 就是因为这个动力 更大 可以拉了更多的人 说说这也是 一个技术路线 还有一个 你就会发现 过去的马车 马车都是物质的吗 这个地面上 不是铺的石子吗 石子跟这个木能 在这个当中行走 是不是很颠簸啊 说说你以为 坐马车 在那个时代 是个享受 其实是个 现在人来看 这个很痛苦的事情 说说这个 怎么解决 这个颠簸的 这个问题 我在地面上 铺跟轨道 是不是很好了 这个木能 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钢轨上面行走 他就减少这个 大家就会看到 这个三个路线的 这种发展 来提供运输服务 挣钱 当然跟技术的发展 有很大关系 这就朝着了 我们现在的 这种运输方式 天上 地上 水上 都按照这种方式 来运输这个人物来了 所以说 我们现在运输系统当中 关心的 运输系统当中的 通道 车辆 场站 特殊 Operation Operation 运输是不是要素 好 在这个当中来讲的话 是不是发动机的 不灭 是电的 还是燃油的 这个地方来 第二 车辆 首先是安全 其实是什么呢 燃油经济性 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交通通讯当中的信号 叫做ITS 或者叫做信息通信技术 是不是 好 还加上这个所谓的 基础设施地面上的 这些要素来讲 就从我们现在 运输科学当中 研究的重要的 这个领域里面来了 好 这是讲到这个 技术的发展 但是在运输 人跟物的这个 运输这个当中 就发现一些 什么问题呢 这个经济的发展 日益增长的 人们的出行的需求 物资的这种交换 这种的需求 就相当于 我们每人都想 用一个小汽车 我们是不是修更多的路啊 你会发现 修路这条路不行 因此呢 这个地方来讲 就是说 你会发现 需求 需求跟我们 共给这个方面 其实是一个矛盾 在交通运输领域里面来讲 我们不可能修恩多的路 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开车 这种方式 因此我们都解决 另外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 这种能源的这种消耗 能源的这种消耗 这个是很重要的 能源消耗当中 还产生一个温时气体效应 排放 污染空气 这也是一个问题 还产生一个什么呢 交通的事故 死亡 这些问题 还有一个来讲 你知道开车当中 我是小孩 我是老人 我开不了车了 如果人人都有车的话 我也没有受到好处啊 因此像这个地方来讲 就是我们要考虑一个 什么 可持续 发展的这么一个 系统 这个地方来 其实 大家会看得到的 这个 各种交通方式 它的理财在什么时代 出现什么 做了这么一种 有些变化 你也会看到 各种交通方式 它们的这种 经济特征 它们的这种 所谓的载客量啊 轴轻啊 排放等等啊 这些都是有这么一个概念 为什么 现在参与这个 关注的要点 是因为大家都认识到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而地球的温度 在不断地上升 因此我们 就达成了一个共识 要把这个温度控制 在每 这个增长 不能超过两度 因此每个国家 都要制定你的减排标准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有的是发达国家 他们已经建设很好了 因此他们提出的目标很大 中国正在发展 所以说我们再过三五年 我们也达到最高点 然后我们把它控制下来 因此 如何减排 就不是一个政治口号 而是要落实在行动上 落实在行动上来讲的话 那么你是 使用什么样的交通方式 好 这就涉及到一个概念 有人说 比尔盖茨 大家知道这是一个 很积极的环保主义者 对不对 当然有人就反问过来 你看到比尔盖茨 走到世界各地都坐专机 他坐一次专机 那个飞机攀出的 这种所谓的污染有多大 这是一个极端的这种案例 因为你会发现 一个人开小汽车 坐公交车 以及我们使用 这种其他的交通方式 每个人的二两化弹的排放量 这是不一样的 因此 你会在很多一些国家当中 坐公交车 有很多人说 我是好 我开小汽车 我开大的MPV SUV 这就是两个不同的价值观 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的 这个温室气体效应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钱 这开始决定 这个大家选择不同交通方式 最根本的根源 前面讲的环保 这是一个吃饱饭了以后 做完发展以后 发达国家们玩的游戏 发展中国家只能跟着他玩 说说巴黎协议 是法国人带头签 中国人跟美国人是最后签 最后美国人在对局 现在又进来 好 说说这个地方来讲 其实对我们来讲 经济的因素还是很重要 我使用不同的交通方式 我能省多少钱 因为交通 占的比例都在20%左右 如果我能把这笔钱省掉的话 我的这个财务的自由度 就会有很多 在这个运输史上 不得不 这个贡献 十人小技术 卡尔本是发明的 但是在美国的亨利福特 把它在天上做生产 生产出来以后 每台车子卖400多美金 而每个人的工作小时的 挣钱都可以挣5块钱 哇塞 同学们想一想 一个工人的话 大概可能够多 多少时间都可以买到一台车了 说说这就在美国 汽车就成为大家买得起的车 再加上在美国 发现了油钱 在二战后 美国人政府为了刺激 经济又大量的修中级高速公路 因此你就会看到的 这个汽车在美国就开始 普遍使用起来 就成为一个新兴的 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美好的一种向往 所以说我们大家都才追求 这么一个方向 大家都买得起的亨利福特车 买不买得起 啊啊 然后是哪只车呢 贵族们一直在使用这种豪华的车 说这是在汽车当中就有两级 这一级便宜的家庭都可能买得起 OK 你会发现汽车 除了作为一种交通工具 在车车里面的这种影响下 它就演变成了什么呢 大家都来欣赏 哇塞 这么漂亮 哇塞 这个开的车都风多有格调 所以说你看看美国的电影文化当中 都一小汽车 美国人也标榜是车人上的国家 这就影响了全世界这种影响 在我们今天仍然发挥这种影响 你也会知道 美国人首先使用小汽车 另外一个大国 德国人 希特勒 也在他跟国民做出一个承诺 我要让德国的家庭 也要拥有小汽车 因此就发动每家人 节约用钱 或者说每家人都投资 我们来建一个工厂 跟每个家庭来制造汽车 这就是德国大众 这个公司的建立 你会发现这个 甲科从这个车型 就是在希特勒的这个 它发出一个声 什么声 一个先进的城市 或者说一个先进的国家 不是要让所有的穷人 都开得起小汽车 而是要所有的富人 都来乘坐公共交通 这是不是一个很 完全颠倒的景象 大家觉得他穷吗 跟穷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政治理念 因此你就会发现在南美 这些老百姓选出来的 这一代领导人 因此他就说 我们的收的税 我们来干什么 修公共交通 做BRT 他为什么不修地铁 因为地铁太昂贵 所以说他修BRT 修自行车道 修公园 修人行道 把这个城市做得很美好 这就是讲这个南美 现在你会发现 又回到巴黎 巴黎也同样的 把三根车道改为两根车道 一根小汽车道 一根公交车道 你会发现公交车跑得很快 小汽车的 慢慢的排队走 这就 在巴黎也同样出现这种状态 有钱人绝对不开汽车 开汽车的一定是穷人 因为他要牢处 次数奔波 因为你会在不开汽车的人 哪里地方一拍屁股就走了 一下小汽车就走了 公交车坐地铁站一出来以后 就到到我的目的地了 好 这就是讲这个南美 其实你和欧洲 理念上来讲 能够 是 小汽车的保有量 在全世界 真真真真的 我朋友像这种 你也会发现 中国人的这个小汽车的保有量 也在 真真真的 我们 三年前 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中国 连产三千多万辆 现在垮 垮到什么呢 两千多一点了 说说这个经济不景气了 哎 你说是下一步还会继续垮下去 这就是我们讲共享出行这些概念当中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正在发生一个变化 首先就是避免或减少交通用度 第二个方面转变 就是从私人交通转向公共交通 第三个方面改善 这种车辆的技术跟各种使用的共享出行 这个意境来讲 这个意境来讲是一样的了 OK 好 我们说从公共马车开始 沿着这个路径这种在做发展 现在告诉你说 无人车也来了 无人车的公司说 我们可以解决什么 解决交通事故 但是事实上来讲 你会现在看到的无人车也在发生交通事故 就是要消灭人 消灭死亡事故 这还有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概念 你也会看得到不同的这种交通方式 我们说在城市这个 这种条件下 大家都集中在城市生活 因此你使用什么样的交通方式 这些都是一个 我们共同的这种场景 共同的这种场景 现在 从传统的运输服务供应商 现在冒出来什么呢 提供信息数据服务的 信息数据服务 告诉你走哪条路 路径最快 时间最快 是不是提供哪 做哪一种交通方式更好 好 那么这个叫做出行服务 这个方向的这么一个转变 他就把什么呢 把用户 把运营商 把管理机构都连接在一起了 你就会发现 公共的利益 在什么呢 ICT 信息 以通信技术的这个整合下 我们这就是讲 在这个时代 才有可能把每个人的需求 跟他的这个服务的提供商 连接在一起 好 这就是讲到这么一个场景当中 你也会发现 数字化的革命 就是从这种淘宝这类小的电子 服务供应商 到了我们这个运输行业 将来到整个产业 最终的目标又回到我们所有的这种 联网 这种 所谓的互联互通 好 你也会看得到 出行服务这个板块当中 在整个未来的社会生活 生态 它的重要作用 跟这个地位 它就是 找工业革命4.0的这个模式 来把人类历史上 发生的四次初行革命 做了这么一个总结 因为我们知道 人类在过去 应该说是上万年的这个历史的进展当中 如果讲有史记录的这个历史当中 也就是五六千年 这五六千年当中 人从哪里来 在地球上是怎么活动 现在的一个基本共识是说 人类的共同起源 来源于非洲 从非洲大陆开始 在这个大陆上各个地方都慢慢的这种 分布在走 人们一定复复下来 做这种什么呢 种植 对动物的这种驯化 当对动物的驯化 特别是对马皮的这种驯化 特别是有一天 人们骑到马背上 发现马能够跑得更快 马的力量更大 这个时候就发生了 历史上的第一次初行的这种革命 这个过程就比较缓慢 就是说 人类学会就是运用自身的这种力量之外 利用动物的力量 利用自然的力量 利用锋利 这些东西来可以来 搬动这种货物 还发生自己发生这种位置的这种变化 就是说这是第一次的初行革命 第二次的初行革命 就是前面讲到的公共马车 这种运营组织的模式 它就是什么什么呢 把这种各种交通方式的支援的利用 所谓的定点定线定时 固定的费力 就产生了一种运营组织模式 这种模式来讲的话 就驱动了各种交通方式 所以说这都是在公共马车的这个基础上 做发展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讲到 四人小汽车 当这个汽车交通工具便宜便宜到 每个人都买了 这就发生了很大的这种变化 这就带来了机动车加高速公路 在美国就是在 长途 美国所以说 这种形态 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初行革命 是基于经济规律 起来的 我们现在正在发生 初行革命 4.0 智能手机 基础上要把我们各种交通方式 就公共交通方式 成分起来 而以前我们要么 要么走路 都是单一交通方式 在这个时候 就多种交通方式 成分在这个当中起来 我们追求什么 追求你初行的体验 让你这个初行的过程当中 提供真挚服务 OK 这就讲到这个四次革命的这个带来 一直讲到工 私 工户私 我们说私人交通 买来这个车 80%的时间都停在那里 只有很少的时间是在 所谓的运行当中 这个运行当中产生效用 其他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因此 私人小汽车 我们觉得是一种资源浪费 你会发现公共交通 公共交通 我们知道上下班的时间很拥堵 但是你会看到平时 9点10点 下午3点4点 一个公交车坐几个人啊 三个人 两个人 五个人 对不对 还有很多公交车 也同样的停在那个车户里面 没有开啊 它也是资源浪费啊 这个 不同的人群 对政府的钱 来投资发展公共交通 从他的钱来修高速公路 扩框道路 其实大家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做理解的 如果我们把他们都两个方面都充分的利用起来 这是一种社会资源的这种共享啊 对个人 对国家 共享经济 大概就这么一个体验当中来 这种创新 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种可能 再加上各种交通方式的这种竞争 以及我们说从公和私政交通方式这种转换 OK 其实在某一个地方各种交通的出行的类型 它的特征也是不一样的 它也是不一样 通勤服务 我们是旅游服务 这些人来讲 它的特征是不一样的 好 因此我们说要把这个整个这种产业整合起来 这就涉及到一个体制上的 体制上的 特别是跟管理制度有关的 我们称它为所谓的创新 你也会看到我们说消费者 消费者 运输出行当中 现在的一个专栏 叫共产 以前要么是使用 我们拥有四人小汽车 使用共享 因为什么呢 我可以提供这样一些平台啊 车辆啊 这一类都是我们的 以前的运输研究当中 没有关心的 现在摸出我们的运输来 因此怎么来定义这一类的服务 怎么对他们进行管理 好 这就是一个新的话题 OK 什么叫DRT 需求响应交通 这是ADA美国残疾人法案当中 衍生出来的一种运输方式 这个法案要求所有的公共运输服务部门 要对所有的美国人服务 我是坐轮植的人 我要使用公共交通 公共交通就要给我提供便利 因此你知道我们坐轮植可以坐公交车吗 可以吗 你看到我们重新有多少低地板的车 我们的那个 那个所谓的轮植的车道可以通到哪里 好像我们那个轻轨也有升降T 什么时候看见有个残疾人坐过 OK好 这是来讲 法律上要求 因此这个运输服务商都要提供 因此在那个时代 美国的很多公交车都是高地板 他就装一个装置叫做升降机 这个升降机在这个行驶过程当中 有个残疾人的轮椅来 所有的轮植都在那里 把这个升降机打开 把它放上去 三分钟五分钟的时间要 这就会发生这种坐在车上的人 等会很恼火 这个来讲 一个公交的这个限度的运营时间延长 因此公交公司就说 我专门 在这些残疾人 跟这些正向人的出行里面来讲 像做到这么一种服务 这种服务就是说 残疾人打电话 我明天要去健康中心 就是说 好 你的残疾人证件号是多少 你住在哪里 我们明天来接你 就这样一种方式 发现我买了这个车 残疾人他们今天都不用 这些大妈要去医院看病 我可以跟他们提供服务吧 我做公共交通 我从残疾人收一个人一块钱 这个大妈我收五块钱 我收十块钱 只不如你省五块钱 这种方式就慢慢慢慢觉得 这个方式不完全是一种社会责任 慢慢还可以赚钱 所以说DRT在美国的所有的公交公司当中 都有这么一些车辆来听从事这种服务 特别是互联网技术以后 很多商业公司跟他一合作就开始做创新了 这是讲到另外一个方面 什么叫公共交通 你们知道 我们的电铁跟火车有什么区别 学了这门课的吧 有轨道交通专业的同学吧 地铁跟我们做的火车有什么区别 本质上来讲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轮轨 只是车型的布置设计不一样而已啊 但是因为他在城市里面走 主要是在地下走 因此我们称他为地铁 在外面的这个城际之间跑 我们就称为火车 同样的 什么叫公交车 什么叫长途客车 因为在城市范围当中跑到我们称为公交车 当他跑出这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 我们就叫做道路客运班车 这是这么一个概念上的这种划分 因此你就会发现公共交通 事实上是一个法定的术语 法定的术语 我们前面讲的道路工程 铁路工程 这是学科的分类 公共交通是一个法定的术语 这个法定的术语又出现在美国的 市场经济的国家 也就是说 出行服务应该完全按照市场化来提供服务的 居然美国的政府要对公共交通服务提供钱来做补贴 因此美国就是通过城市公共交通法案的形式规定 国会每年要不满多少钱来帮助城市买清洁能源的车 就是贴钱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来 好 既然残疾人那边有一个叫做DRT 再加上公共交通这边来讲的叫做固定线路的服务 这个两类服务是政府要干的事 所以说他们把这两类就是公共运输服务 公共运输服务在美国的法定术语当中 包括固定线路的跟需求响应式的交通 OK 这个法案是全世界第一个 跟我们最近后来我会讲到的澳洲的法案 有异曲同工 不定线路跟需求响应 这是两种交通方式 在美国的法定的这种术语 现在美国的学界跟交通管理部门正在研究的叫做MOD 暗期运输服 这个词跟国内有点相似的叫做定制客运定制公交 但是你们会发现这个术语上来讲 什么叫定制客制跟暗需 哪一个词更准确 王老师说的暗需运输服务更准确 这是叫做暗需什么 以特负为导向来改善个人的这种出现这个目标 我正在做这么一个概念 因此就是什么呢 把驾驶 然后产生这种规模效率建立法规 最后通过什么呢 通过什么供给与票价 所以说大家会看得到 滴滴在高峰时期加价 大家有意见没有 有很多人有意见 觉得滴滴在高峰时间 这个区域当中只有两台车 居然有一百个人要叫这个车 滴滴就是说是谁出的价高 我们就给谁派车 你出二十块钱他出三十块钱 这是叫做恶性竞争呢 还是叫做合理竞争 这就带来一些这样一些新的这样一些话题 我们现在就有机会就不像公共交通一样 我高峰期的时候规定做三公里十块钱 在屏风机的时候也是十块钱 所以说你会发现在高峰期的时候 你打出租车能打到吗 打不到 但是你跟着小司机说我加二十块钱 是不是他马上就给你来了 好这就是我们讲这些潜规则 现在就听了什么了桌面上的这种商业模式的这种运算的 都开始有一个过程 在每个人已经做了这么一些研究的工程 大家都会看到已经变相 变出服务人才是传续的定点 定时 然后让老百姓来选择线路 现在是说你们想从哪里到哪里去 满足你的需求来提供服务 这是一个重大的这种转变 OK 这是SAE 关于共享出行的这么一个分类术语 这个分类术语当中 大家看到了出现了几个新的这种形态 共享单车 共享汽车 小公交 共享踏板车 还有一种方式叫做共乘 诶 这个词有人叫做拼车 好 王老师把它翻为共乘 还有一个词叫网约服务 好 这是美国标准当中的这么几个概念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 其实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这种交集 就是共乘 公共交通就是一种共享车辆 对不对 就是大家共享一辆车辆的这种方式嘛 只是说没有个性化 现在我有个性化以后 比如在公共交通当中 我们对某一个人群 比如说是专门是哪个工厂到哪个工厂的人来开 这就是共享的嘛 也就是开公享的所谓的那种专用办车的这种概念 所以说这个当中它其实还是有很多 共同的这么一些原则当中来了 还有一些交通方式过去所没有的 像这么一种电动的塔板车 在国外来讲 都作为最后一公里 公交车站我要回家 在这样的效果来讲 比自行车方面 使用的人群 但是这个东西呢 在中国也没有得到法令上的许可 但是在美国和欧洲 都成为了一种法令上 行业上认同的这么一种标准的这种方式 而且这种车呢都带点动力 就包括自行车也加点动力 这种动力 这种卷轻这种负担 你也会发现重庆 大家看到这种共享单车没有 在重庆共享单车看到没有 带不带动力 你会知道这种带动力 在重庆是基本上是合法的 你到北京去看 所有的共享单车带不带动力 不带 在北京来讲 共享单车带动力就是非法 在重庆是合法 为什么 因为重庆人的坡度比较大 OK北京北京是另外一个理念 我们来考虑它的这个 好这就是美国共享出行使用中心 他们以前的定义 这些我都没有时间跟各位 详细来讨论 我共享使用这个车辆 很多种这样一种形态 包括联邦公共交通管理局 也有很多这样一些定义 一方来 好这部分我们把这个市场分析完了 我们回头来讨论 这是一个颠覆性的 因为政府法律上不许可 这些技术创新这种需求都会被灭掉 好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的法规 澳大利亚的这个交通运输部 有一个职能 它的这个职能就大家就会看到 第一个就是暗需运输服 第二是暗需 这是一个 我们说也是一个第一个 现在从法定上来讲 澳洲的法律体系 把暗需运输作为一种法案 来做的这么一个工作 而且他们在18年 四年前制定了一个法案 叫做运输 他这个讲的运输叫做 道路旅客运输服务 这个法案 这个法案当中来讲 就把以前的出租汽车条例给废除掉了 废除掉以后来 以及这个道路运输跟其他交通方式的协作 这两个法案都废除掉以后 来制定大家看到的新的运输分类 爱需旅客运输及预定服务 第二固定旅客运输服务 第三游览旅游服务 社区里边服务 租利益有产服务 这是一个新的分类 好 我们在学运输系统当中 将来这个分类 这就是讲法定的术语 法定的分类 这是澳洲 澳洲的这个法案当中来预定服务 帮助理解 滴滴 是不是这类公司啊 他就只是帮我们做预定 车队 但是他大量的车 不是他的车队理工服务的 所以说他是按需旅客运输服务当中 把预定 因此这样来做定义以后 你就会知道 我们要来规定政府管 管什么 管安全 安全要做责任 责任是落实到谁的头上 这就是这个法案当中 安全性最重要 按需运输服务 这是一个新的类别 把它做出来 固定旅客 旅客的驾驶人跟车辆分离 以前的运输公司 都有车辆 有驾驶员 有车站 现在他们都可以分离不来 我是一个独立的驾驶人 我今天帮A公司开车 我明天帮B公司开车 是不是人解放了 我是一个车老板 我今天租给扎 明天租给扎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些 诶 诶 都有各自的这种角色 当然还有重要的就是信息 信息到B 你都知道 从A到B 我把这个信息 可不可以卖给第三方 我是今晚会天天的 那个互联网公司 他是男朋友 那孩子 这些东西 就侵犯个人的隐私 这些就不可以 不可以 好 这就是我们讲到了 这就是讲这个运输法案当中 规定在哪些东西 和运输服务当中呢 只要你是收钱的 你开的这个车是顺风车 你收钱不收钱 那你收钱都是有场服务啊 除非你是学雷锋天天顺路待人 好我们建立另外一个制度来鼓励你 是不是 所以说交通运输部的人 那些交通执法的人 不知道怎么来处理滴滴 是因为我 以前的规定没有这么详细 现在爆出来的这拨人 其实都是收钱的 所以说这个法案当中 就是租赁有场提供运送旅客的服务 就是 是不是解决问题了 不管你是平台 你是车辆公司 还是设备供应商 都按照这个法案来管理啊 好 这就是我们讲 这是澳洲的这个法案 安全的职责 哪些人有责任 安需旅客运输服务的预定商 所以说票务公司有责任 第二运输服务公司 运输公司有关系 车辆的提供商有责任 安需服务的提供商的这个 这个管理人员有责任 驾驶人有责任 是不是 跟领导有关系没有 在中国 如果这个车死掉 13个人跟市长有关系 死了8个人跟这个交通局长有关系 你觉得有一毛钱关系吗 他都是按照制度里面来讲 执行国家的法令 建立制度 发生了运输服务意外 跟这帮人才有关系 但是我 是领导有责任 这个领导说跟我有责任 这事不给我管 校图不给我管 教育不管 给学校管 跟我运输公司没有关系 所以说这就是推诿 这是一个不负责任 像这种来讲法律规定就很清晰 OK 好它就不会延展出来 好安全标准 因此你说什么叫做有责任 我都有安全标准 你要应该做到什么东西 你应该在车辆保证什么样的标准 这些所有的这些人 你驾驶的都应该怎么做 规范 这些人 规范 那你就有责任 如果你按照抄罪来 那就可以很好界定责任 是机械的 还是人为的这种事故 还是说制度上的这么一些 确实 这个决认就很好界定 就是讲到这个问题 到了这个法律当中 现在另外一个新的 概念当中来 出行际服务当中 就是要把多种交通方式 整合到一个平台 用一个账户来提供人们的这种诉求 那就是要建立在什么呢 第一 多模式 王老师这个通修都讲 可组合的方式就是多种交通 共享单车公共机车 共享汽车 这一类的方式把它夺起来 开放 使用这种方式 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方式串联 给你提供 然后呢 我们的 来解决你的师父问题 那种方式串联的 我们说 可以去公共 做一个 例如说我从江北到大 我是做公共汽车好 我是做公共汽车好 还是做公共汽车好 那个轨道交通 行车好 做正式打车 做公共汽车八块钱 然后可能做公共汽车三块钱 做轨道交通 加公共汽车 再加自行车的组合 可能六块钱八块钱 最后 从这个当中来 那么我们 就可以组织一种 零和的这样一种交通设计 来做 最后你会发现 把各种交通方式 把各种利益关系源 这个平台 最后提却出来什么呢 APP 最后我们拿到一个APP 我提出解决方案 可以来做这么一个人 欧盟已经制定法案 都叫做所谓的 多次联谊的信息 不要交给国家接入点 也就是地方当局的管理机构 我 管理当局 我是运输的运营商 设施的管理人 服务的提供人 我的数据 也就是低低的数据 要开放给运管局 客运公司的数据 开放给运管局 公交公司的数据 开放给运管局 我们做服务机构 可以到运管局 运管局 这个数据 我来做分析 每天这个城市 有多少的客流量 什么时间出行 我们就可以来做这种标 这就是一个法 没有这么一个法案 你会发现 所有的公司 欧洲都把这些数据 占为私用 你说 我们怎么能够建立一个 复联网时代的这种 开放数据的这种场景 好 这次讲到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说欧洲 在这个地方 说起来 欧洲都是小国 但是这些小国加重起来 他们来联合从事 这么一个研究 所以说他的这个势力 或者他的这种研究 美国跟中国相比 并不弱 特别是在这种制度化的 这些方面 特别是制度化的方面 他们比我们走得更好 这些都是他们讲到的 这个当中 你比如说 讲到了乘客的个人隐私 欧盟的法规也是 第一个保护私人隐私 欧盟发布这个法令以后 中国的所有的科技公司 全部回国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 违法 为什么这种我们说到处人脸识别 到处挖你的 在中国现在是开放时期 初放时期 所以说我们是大量的被盗用 所以说这个来讲 我们对这个个人的数据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是出行 是不是要人知道 这个跟法规也有关系 现在坐长途客车要有身份证 坐火车要有身份证 这按欧盟的法律当中 我旅行可以匿名的 不要你知道是谁啊 说实际上 好 当然我们 这种不一样的问题 那这种所谓的 现实当中有很多的差异 说我们不能拿欧洲的套过来 说它多好 因为中国人都接受 我们都是在摄像头下面生活 到哪里去交生 很正常 在欧洲人呢 有制度的问题 开放到数据 重新使用这个链条当中 产业链的这种整合 这都是法令上来鼓励支持 因此欧洲正在建立一个 统一的欧洲出行市场 欧共体 连接一体 所以说你会发现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中国 现在各个地方都勾计 我这个地方制定一套法案 那个制定一套法案 相对于来讲各地为政 当然将来什么时候又能够把它打通 缺这个智慧 很多浪费这个钱 就是因为我们缺这么一个整体的这个框架 同样的欧洲要为实现这个统一的这个 开放的多模式的运输市场 一二阶段 四阶段 就相当于我们说排放标准 多少年实现欧三欧四欧五欧六 逐步的来 他们已经有这么一个部署 我们在国家层面上没有 现在在交通强国当中提出来 我们要发展 发展所谓的 经济服务 但是没有具体的 这么一个 规划这种设计 有点区别的问题 还有这个支付 各位同学对这个 所谓的 支付宝 微信支付都习以为常 那么你为什么知道 国家的 国家的银联 为什么不流行 为什么这些三大运营商 他们不提供这个 所谓的这种支付服务 这就是一个讲道 支付当中的这种权利 公权并支付 大家也知道阿里曾经要上市 上市 有的发现 颠覆性的问题 支付的问题 跟一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命脉 已经每个人都 你以为我只是 借那么几毛钱 用那么几毛钱 这个整个国家家中起来 这个体量给影响 OK 交通强国当中 提出来大力发展共享交通 打造机翼移动 终端的服务系统 实现 出行机服务 你会发现好巧妙啊 这里又是共享交通 终极的目标 又是出行机服务 王老师最早跟你们讲的 这是美国是跟欧洲市的两个愿景 在中国的 这两个这个愿景都放在一起来了 OK 中和交通行动高压当中也是提出来 鼓励各类市场主体 什么叫市场主体 运营商 管理机构 来陪出行机服务 新服务 也出行需求与服务资源 这些话也说很概括 很观世 王老师讲的原理是一致的 OK 你也会发现这个国家的这个道路运输 我们是怎么说的叫做客运定制服务 客运定制服务就是按乘客的意愿来下车 这是法案当中的道条修订版当中的这条 按乘客的需求停靠 我从哪里上车可不可以 法案说没有所谓 可不可以只能按你的需求来停靠 也就是你的汽车才上车了 你要在哪个地方停靠 可以根据你的要求来 你要从哪个地方上车可不可以 不可以 确实不可以按照这个道条的条例 你就会发现这个开放改革 这个条案当中 开那么一点点口子 提了一个概念仅此而已 好这个地方来跟你做了这么一些规定 哪一条网用服务 客运定制服务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的法会跟这个 所谓的 缺少系统这种规划跟这种买错 公交条例 要做所谓的定制化的公交客户 那边叫做定制客运 这叫定制公交 这就是同样的一个事情 两个法案 同样的一桩事情 两个法案来界定这个事情 这就是法律上来讲应该是统一的法案 不应该两个法案 也就是说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条例 跟道路旅客运输法案 应该合并为一 对不对 就像澳大利亚的这个法律一样 叫做道路旅客运输服务法案 就把这些统一起来 这就是你会看到 我们正在制定的法案 以及我们修订的法案 都是按照过去的那种框架 在做没有按照这种新的这种框架 这些互联网公司就冒出来了 滴滴出行啊 网页拼车啊 这现在成为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市场 而且大家对这种共享 这个价值观 大家会看得到在不同的国家 中国人 基本上来讲什么都接受 有很多人说他们说不接受 你会看得到最保守的是什么 英国人最保守 中国人的这种产业当中 你会发现我们的共享单车是全球最多的 共享汽车相对比较少 还有其他这些设施里面 都接受这么一种共享的概念 好我们刚才讲到的 美国人的理想的 共享 中国人的出行服务 这个两个场景有什么不一样 你细细的品尝 前面来讲的话 我们出门 坐的是什么呢 坐的是无人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公共汽车 说说美国人还是认为无人车 每个家庭拥有一个小汽车 我们有个小房子 这是美好生活 而欧洲人以为大家都生活在前 中国主要靠什么 靠公共交通 公共交通来跟大家说 出行 跟出行计服务是两个不同的场景 当然这个比喻不一定很恰当 就是芝麻和西瓜 这个两个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 其实它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你想两个都要 好这个就是这个概念 我要讲的这个问题 从A到B 以前大家使用单一交通方式 现在我们有信息服务提供商 还会给你做比选 你这个当中可以组合使用其他交通方式 都靠这个APP来帮你做实现 所以APP这个当中你提出来 你实现你要从哪里 你一打开你的手机 就定位你在这里 你的目的地在哪里 然后这个中间的路径就给你出来 你就是所谓给你的路线 选择一个推荐 你来做预定 然后你支付 OK 就搞定 就那么简单 所以说A到B这个点当中就可以来 因此你把所有的这种交通方式 做整合起来 就有可能这就是互联网通行基础 实时的可以帮你进行做匹配 好 你一看这个 哇塞 这个后台当中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为 我们做一个运输服务供应商 我们能够搞定吗 你会发现搞不定 你一看脑袋就有那么多功能 各个方面的都要挽作这种需求 这就是互联网公司 对他们来讲 建立这种逻辑框架 他们就可以来做这个 轻轻松松的这个实现 所以说我们看这种功能结构图 从基础设施 这个驾驶人 服务提供商 出席服务提供商 到乘客 这个产业链当中 我们可以把它单一的整合起来 所以说我们公交公司 可以在固定线路上提供服务 我可以提供这种 非固定线路的这种服务 我可以把共享自行者可以提供 我共享他办这个我可以提供 我可以把它做整合起来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你就会看到各种的这种整合者 就把这个产业就串起来了 所以说共享出行服务当中 将来你就会发现一个互联网公司 把所有的交通方式整合起来 你会发现一个公共交通运营公司 也同样把这种交通方式整合起来 现在的斗争就是说 互联网公司跟这种公共交通运输公司 谁当老大 将来谁都当不了老大 大家在这个一起来做这种竞争 这有可能是这么一种发展 好 所以说我们说共享出行服务 就是说从最早的公共运输 为大家服务当中的定点定时 慢慢慢慢地 根据每个人的这种需求 来提供这种服务 这个演变就是第四次出行革命当中 好总结起来 四句话 出行这个概念正在替代运输 因为物流已经分出去了 将来研究城市里面的人的这种出行的问题 运输问题 第一我们用出行这个概念 Mobilite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的社会正在处于第四次的出行革命 大家会记得第一次人骑上马背 第二次是公共马车 第三次是私人小汽车 第四 好 我们的出行机服务 第三个概念 我们就是运输科学 跟理科运输的实践 我们需要来更新术语 学术上需要更新术语 在法律上来讲需要新的定义 因此我们需要制定新的法规 这是第三点 第四 各位记得 共享出行跟出行机服务 是两个 不是一个等于的概念 是两个不同的愿景 如果你们再想一想 一个是美国人的愿景 一个是欧洲人的愿景 一个是欧洲人的愿景 OK 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彭老师有什么补充 好 非常感谢王老师 这个很辛苦 到中间也没休息 也很荣幸能够请到王老师来跟大家 做这样一个讲座 实际上可能大家 我前面是那个 谭 对 那个 你叫谭什么语 然后交流的时候呢 也说 大家上过王老师的课 但是呢实际上 这样的机会其实很难得 现在王老师基本上 是在全国各地 或者世界各地 在 没出国了 不过最近没出国 大家尽管放心 今天上王老师讲的这个内容呢 其实信息量非常大 从这个共享出现的这样一个 或者说我们这个中国的 或者整个世界的这样一个 运输的发展的愿意 到然后在发展过程当中 和这个法律之间的一种冲突 或者法律的和这个发展之间的 一个不协调 其实在这里面也融合了很多很多一些 一些现在的一些新的东西 无论是在实践界在做的 比如说实践界在做的 很像现在暗虚的 我看到其实今天 其实我是要主察马上就要走 然后呢因为王老师这样 我还是要过来听一下 因为王老师在这 在其实大家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王老师其实还是 在外面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然后是整个这个我们国家 然后科学的这个首席交通的 一个传播专家 然后呢也是 是国论应该是第一个这个 共享实验室的这样一个创办者 然后在交通方面也是被评为 这个欧洲的这种客制先生等等 所以说这方面了解很多 其实有的时候 就是以后还希望能够多 跟王老师交流 你比方说现在 现在在实践界在做 做的比较早的 开始像在深圳做的 还有深圳现在提出来的 按需的这种大的这种 共享巴士的概念等等 其实很多时间界在做 但是在现在 学术界也在做 现在像这个 马斯这方面的 还有比方说小汽车的 这样一个共享厨型方面 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 你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 学术界的一些 考虑的paper 上面也希望以后 还能够有更多的时间 王老师能够回到学校 跟各位同学 然后带来这样一些精彩的 然后前沿的一些分享 好 最后呢 还是我们先以热烈的掌声 感谢王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各位同学有个要求 今天是王老师讲的 我刚才也在拍照 有相当丰富的内容 我希望大家下去之后呢 有我们 我们这门课程其实时间很少 只有四次课 但是这里面丰富的内容呢 希望大家下去之后 又能够延展的去思考 比方说 刚才王老师也讲到了 我们共享厨型这个概念 本身还在行程当中 大家也可以下去查阅一些 这样去形成你自己 对共享厨型的理解 这个我希望大家下去 应该要做的一个工作 第二个呢 就是王老师在这里 揭护了很多法律法规 包括这个国外的 国内的 也希望大家下去之后呢 去认真的去了解一些 这些法规 看看我们国家和国外的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这些不一样怎么会形成 你比方说 为什么在欧洲 它会形成一个 出行服务的这样一个未来愿景 为什么在美国 它会形成这样一个叫做 共享出新的愿景 你看欧洲 其实大家 如果你从第一次看 欧洲是很多小国所组成 所以说它的这种 出行的这样一种愿景的形成 有没有这些因素在里面呢 所以说希望大家延展的下去 做这方面的思考 好 让我们再次用这个掌声 谢谢王老师 这个文件分享给大家 今天的课件 把那个课件可以考一下 考了之后 到时候 诶 谈什么用呢 下课了吧 还没下课 没有五分钟 还有五分钟 有什么问题 好 王老师本来说 送一本书给大家 那结果今天早上 匆匆忙忙的给漏掉了 王老师最近刚好翻译了一个 介绍欧洲的三个国家 的这个出行机服务的这个案例 因为我们在为另外一家大公司 提供这个咨询服务 那个大致刚好做发表 我说准备送给大家 我说第一个提问的人送给他 他有时间了 第一个提问的人 有问题吗 有吗 有吗 没有问题啊 还是不 我看大家都不希望要准备书 我还是希望要准备书的 好嘞 我想就是问王老师 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按照这种不文响的 这样一个概念的话 你怎么看 在过去的时候 我们从心目标中和心目标中 他们共享之间的一种关系 这个 我也是因为退休以后 说说有时间比较自由的 来做一些更远的事情 因为在大学上 可以说 你说两个内容 说说王老师 一个就是对这个运输史的这个书里 运输史的书里 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发现 就是 就是法国的马车 一位宇东客车当顾问 他们正在建立一个客户 说这个客车的历史 王老师 叫自追踪溯源 就看 就是公共马车的这个池的这个由来 你就会发现 他这个池 其实就是我前面讲到 这个上位 再把他这个车开到城里边 接人出来到乡下 在城里边 他车停在什么地方呢 就停在一个卖帽子 那家卖帽子商店 就挂了一块招牌 就叫做Ominibus 就是说 我这个帽子 所有人都可以戴的 因此他的马车就停在那里 人们说 我要去坐马车 就是我要去Ominibus 这个池 把他带到巴黎上建 马车公司的时候 就把他注册为Ominibus 这也就是现在目前的巴黎公共交通总公司的 好 就是讲到这个池的由来 池其实 一百多年 帕尔卡创办这个所谓的 他三年以后就死掉了 年纪轻轻的 所以说这个运营这个过程当中 他只是创立这种模式 在后面这种改良 他都没有提到这种贡献 但是他作为一个数学家 哲学家 想到了这么一种方式 在巴黎的主要大街 而不是所有的大街 在主要大街上定点定线定时 然后固定的汇率 就是我们现代公共运输的基本准则 你会知道 火车在红跨 在这个时候 又建立N多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行为准则标准 这个时候他就是说对共享马车 其实我们家用不起 但是我可以来共享使用 所以说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共享汽车 你只是想到共享使用私人小汽车 我们使用更大的这种公共汽车 也不是共享嘛 其实我说这个原理是通的 这个共通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对乘车人来说 我是共乘 而没有这种个人使用的隐私性 因为我们知道贵族跟这个平民发生冲突的地方 是他们身份不相符 大家在这个里面上比 同样的你在公共交通当中 你就不可能来做化妆了 如果是你自己私下车 你可以祸脱啊 你敲脚啊 什么都可以自由 就是公共的隐私 这个 讲到了一个生活范式 生活的范式 你喜欢什么 美国人来讲的话 汽车是它的生活必须 在欧洲人来讲 到处都是公共交通设施很发达 因此私用小气社对他们来讲 这个概念已经淡化 再加上社会的公平 什么使用 环保 这些理念上来讲 为什么欧洲人现在他们说 要做巴黎协议 要让领袖来做这个协议 现在中国人为什么跟着再走 其实这个当中有一系列的这种串串的关系 这个用一个比较时髦的词 叫做可持续的发展 可持续的出行 这就是讲 经济 环保 社会公平 来体现我们的行为 OK 谢谢